大家好,我是小鱼儿,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董璇 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一定知道 雪花女神龙,这不惧,没错 董璇就是里面的女神龙上官演 雪花女神龙,可谓是巨鹰人火 董璇在里面扮演的女神龙上官演 是真正演出了那个时代人民心中的侠女本色 咬头发的招牌动作更是让人瞬间迷倒 董璇也因此一夜成名 进入演艺圈 此外,乔振宇在里面演的赛画《陀欧阳明日》也非常出彩 可以说,就是董璇和乔振宇撑起来这部剧 董璇在2003年除主演雪花女神龙白 还在《玉观音》中客串一名女大学生 2004年在《春花秋月》中饰演侯丽丽 2005年在《大宋奇案》中饰演陈飞李玉 在《八大好侠》中饰演伊玉女神伊扁素问 2006年在《木棉花的春天》中饰演方如涵 2007年在《君子好球》中饰演水冰心 2008年在《神探敌人杰三》中饰演云姑 在《所谓婚姻》中饰演孟飞飞 又在电影《立春》中饰演小张老师 在《七彩马拉松》中饰演许燕 2009年在《少年宋世纪小兰》中饰演秦儿 在《闯关冬二》中饰演宋天月 2010年在《雕蛮娇妻》中饰演苏小妹 在《活佛寄宫》中饰演小珍珠 在《无懈可击之美女如云》中饰演马嘉丽 在《青春期撞上更年期》中饰演白小欧 又在电影《激浪青春》中饰演瑶瑶 在《爱如果》中饰演文部 2011年在《心达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中饰演祝四品 在《相逢和必曾相识》中饰演李秋林 在《无懈可击之高手卢林》中饰演冯路飞 又在电影《奋斗》中饰演夏琳 在《建党伟业》中饰演向景渝 2012年在《北京爱情故事》中 《客串一个美女》 在《婆婆也是妈》中饰演马可 2014年在《慢慢地陪着你走》 中饰演沈欣欣 在《我爷爷和奶奶的故事》中饰演蓝影 在《神雕侠侣》中饰演林朝英 2015年在电影《心跳戈壁》中饰演童歌 2018年在《阿那亚恋琴》中饰演顾若 在《探戈》中饰演苏炕 在《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中饰演任洪昌 2019年在电影《望穿茶舍之受神诅咒》中饰演流声 2020年在《起跑美炭》中饰演柳如青 在《在一起》中饰演王曼丽 在《游匪》中饰演段九阳 在《拆案》中饰演车素威 又在电影《北京女子图剑之整龙大师》中饰演陈远远 在《望穿茶舍之助剑记魂》中饰演流声 2021年在《生活万岁》中饰演平主任 在《理想照耀中国》中饰演赵新华 在《胡珠妇人》中饰演狼环 在《埃博拉前见》中饰演刘千诺 又在电影《双面妖姬》中饰演流声 在《愤怒的黄牛》中饰演塔纳 2022年在《大唐狄公案》中饰演玉兰 在《七世吉祥》中饰演端木珍 在《新剧之约》中饰演叶兰 在《梁晨》《郝景志几何》中饰演妻夫人 在《拆案2》中饰演车素威 在《我的反派男友》中饰演安妮娜 董璇离婚后的几年 拍了不少作品 也参加了一些综艺 也逐渐从阴暗中走出来 希望正如宋丹丹所说的那样 所有的该受的苦都受完了 就要转运了